有分析测算 Model Y第一季度在全球的销量达到26.72万辆 领先丰田卡罗拉的25.6万辆 并大幅领先其他排名前五的汽车 市场更预计 今年全年Model Y都有望维持第一的位置 全年销量有望突破百万 5月26日周五 行业分析公司Jato Dynamics称 特斯拉Model Y是2023年第一季度全球最畅销的汽车 取代多年来占据这一宝座的丰田卡罗拉 这是电动汽车首次成为全球销量冠军 市场更预计 今年全年Model Y都有望维持第一的位置 过去几年Model Y在全球的销量一直在增长 在很多分析师眼中 这款车成为全球销量冠军是迟早的事 特斯拉自己对这款车也信心满满 表示可以达到年销量一百万台 去年特斯拉就表示 Model Y有望在今年成为全球最畅销的汽车 去年Model Y已经成为欧洲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畅销的汽车 在中国排名第四 在全美范围内排进前十名 但依然落后于几款皮卡和SUV 因此去年Model Y成为全球第三畅销的汽车 Jato Dynamics的分析师Felipe Munoz 整理了来自53个市场的数据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估计 Model Y在第一季度的销量达到26.72万辆 领先丰田卡罗拉的25.6万辆 并大幅领先其他排名前五的汽车 丰田海拉克斯 丰田荣放和丰田凯美瑞 在中国根据成年会的数据 特斯拉Model Y成为三月份中国市场销量第一的车型 爆买61667辆 特斯拉另一主力车型Model 3销量27202辆 位居第八 值得注意的是 在Model Y销量增长之际 卡罗拉的销量则略有下降 有市场分析认为 考虑到特斯拉今年对Model Y的大幅降价 与去年相比 这肯定会让更多人接触到这款车 也让更多的人有能力购买这款车 2022年 特斯拉在世界销量前十名汽车中占捐了两个 其中Model Y实现了75.9万辆的销量 市场预计 今年如果Model Y销量继续增加 全年销售量突破100万辆 不是什么难事 去年全球唯一销量过百万的车型 就是丰田的卡罗拉 销量达112万辆 Model Y在美国补贴后的起步售价 当前大约在4万美元左右 和基本款售价约为2.1万美元的卡罗拉相比 仍然贵得多 但卡罗拉已经是随处可见的车辆 Model Y的市场空间依然很大 Model Y的市场空间 Model Y的市场空间